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长沙小邓 这几天不是回来的华人特别多吗 我看到那个美国的就是入国际的那个宣誓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讨论一下 加入美国国际宣誓词 我给大家念听一下啊 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者祖传之公民资格及忠诚 我将支持维护美利坚综合国宪法和法律 听到没 这第一句就是他已经放弃了国外的亲王 就是说放弃了祖国 那么当他放弃中国国际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我们的祖国已经就不忠诚了 下面一句啊 我将支持及维护美利坚综合国宪法和法律 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 所有的敌人包括哪一些 包括我们中国 包括自己的母国 是吧 再下一句 我将忠诚的效忠美国 当法律要求时 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 这一句我看了是觉得非常的震惊啊 当法律要求时 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 那么你加入美国国际的时候 你要拿起武器 拿起武器对抗谁呢 如果母国是你的敌国的话 那么也要对抗母国吗 当法律要求时 我会为美国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 当法律要求时 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 为国家做重要工作 他是要求你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 所有的敌人 那么这个时候你对抗的 是不是有你的兄弟姐妹 有你的祖国 有你的母国 这上面最后一句是 我在此自由宣誓 绝无任何心智障碍 借口或保留 请上帝保佑我 那么放弃中国国际呢 那就是赤裸裸的背叛 忠诚的反义词是什么 就是背叛嘛 我们中国有个搞笑的词语 美纪华人 都美纪了还华人 顺带给大家科普一下哈 只有华侨是中国人 是指桥居海外的中国人 其他华人 华裔的都是外国人 华人是指原来中国人后来宣誓给外国人尽忠的 国际已是外国了 这些华人的后代就是华裔 国外国际有什么看法 可以评论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点个赞 点个关注 拜拜